现代国画入门十一之四 国栏,国栏中分为肺跟栏 栏就是患者春栏一经一花 当然春栏也有一经双花的 那肺呢,就是肺栏,就是九华栏 那九华栏为什么叫九华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可以开到九朵以上 国栏呢 是四君子里面的其中之一 所谓的梅栏竹籍 那栏花在国画水墨的这个路门里面呢 它的叶子是弯曲的,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曲线的练习 画完竹子以后 下个课程就是画兰花 竹子是直线的练习 兰花是七线的练习 我不是这样的练习 那是你 从来到一天 那是一天 有点的练习 让我来到四分钟 那是下货 我来到四分钟 那是一个微信 那是简直的练习 我来到四分钟 那是一天 我来到四分钟 那是一天 我来到三分钟 我们准备的仙纸是生仙纸 画写意的兰花一定要用生仙纸 才能够表现出文人画的这个韵味出来 那文人画的代表就是四金纸之一 首先开凤園第三笔现在是破凤園 然后我们现在旁边在补的是属于新芽的叶子 可以短一点 画一株兰花一定要记得一个重点 就是只能够一页比较长 不能两页平行 不要三页交叉一点 这样你就很容易记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是要画一大重的 所以就很多组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我们现在再画另外一重 在后面的我们墨色就淡一点 就不要那么黑了 也是一样 所谓的开凤園 然后再破凤園 那画叶子的时候 转折的地方要变得比较细 有时候没有画到的 但是要一气呵成 虽然比不到 但意要到 我们现在这两重 画好之后 再来才添花 我们中间再添一重小虫的 这样免得这两重太平均对称 现在再来补花 补花 从由上而下 补下来 上面是花包 然后花要慢慢开 一往下的 大部分都是开的 这个依照植物生长的特性 它先长 它会先开 那我们一般都不画 全部都开的 前面画一些花包 然后慢慢开的话 它这样比较有变化 现在再画另外一只 这一只就稍微画低一点 让它有高低的变化 现在只一只的 大部分都是花包 比较多 底下几斗开的而已 大部分都是花包 花要補在哪個位置呢? 最主要就是要補在畫面比較虛的地方 詞曲 李宗盛 現在在用絡膜點花舌上的斑點 就是指南心的地方 畫完我們就要漏款 因為底下的地方比較空一點 所以我們就把款漏在底下的地方 那費蘭,費蘭就是指九閥 就是一斤多花,九閥蘭 反應的位置在畫面 一定要經過一個最佳的選擇 因為款漏 第一個,不只把畫面平衡 還要美化畫面 還有就是修飾畫面 最後再簽名蓋章 現在就是完成的作品 包括漏款 那漏款的字跟畫一定要協調 要有加分的效果 再來我們來認識九閥 認識費蘭 它九閥蘭呢 主要是分布在中國大陸 江浙一帶 那像四川 湖北 湖南 還有秦寧 還有河西走廊 這一帶 都有九華蘭的分布 那台灣也有 那九華蘭呢 它是分布 也是要在比較高 稍微高冷一點的地方 那陽光 比這個寒南啊 春南 陽光要稍微強一點的地方 那大部分都長在這個 就是這個 松林下 或闊葉林下 像這個 松真 這個闊葉林下的 這個延伸的 這個九華蘭 那像 河西走廊那邊 都有特別出產 像 貴州啦 什麼 這個 四川啊 也有一些出產 這個紅香灰 就是它的那個 靠近金布地方的葉子 都是帶紅色 或紫紅色 那像 這個九華蘭的品種 當然也都是從 野生三彩過來 像這個 三彩的 比較紅 紅花的這個 九華 那 九華蘭呢 也是一樣 這個是從 龍根 開始長的 這個 三彩的第一代 所謂的龍根 就是 花粉 然後在這個 散布 在這個 山野裡面 然後它 花芽以後 先長龍根 龍根 再花芽 不是說 種子 直接就花芽 長出一顆植株 那龍根的地方 放在這個下面 那個 比較粗一點的 龍根呢 外表看起來 有一點像 帶有一點 那個 很多長刺的樣子 那這個叫龍蛋 所謂的龍蛋 就是長一顆一顆一顆的 像蛋一樣的 像這個樣子 就很清楚了 藍花的生長 它種子 一定要經過藍菌 它才有辦法去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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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三彩出來的植株 三彩的藍花 很容易就看出來 看它的根 就知道了 它的根 都是這樣 比較往橫的發展 因為它長在這個野地 是長在這個 蘇松的腐植土上面 像這個是比較 葉子比較直一點的 就是屬於立葉性的 它有些葉子是下垂的 也有粗的葉子 比較細一點的葉子 但是 原格上 九乏是屬於細葉藍類的 所以它的根也比較多 而且比較粗大一點 它求精很不顯著 不像報稅藍 不像四季藍 寒藍 寒藍 像這個三彩的這個白花 像這個三彩的這個白花 是三彩的這個帶粉紅的這個九花 有些花開的比較沒那麼高 有些開的非常高 比較高的稱作出價 像這個花開的比較高的 那當然這個欣賞價值更好 那一顆蘭花的欣賞 包括它的葉枝 它的葉翼 還有它的花形 花色 還有它的高度 都是一個平價的一個標準 還有它的這個外半 外半下面兩個 如果水平的話 叫平肩 下垂的叫垂肩 往上翹叫灰肩 像這個是平肩 那這個舌頭是全部紅的 叫做紅樹 那一般舌頭都是有斑點 那斑點的話也有多跟少 那舌頭也有大的 也有比較不捲的舌頭 花的形形色色是很多 這個是大自然奧妙的地方 那在傳統的文人畫裡面畫的這個一斤都畫 都是畫這個繪蘭 九華蘭 因為以前在大陸中原的地區啊 這個包括這個 還有這個江南一帶啊 能夠大部分比較常見的這個一斤都畫的 都是屬於九華 而且九華的分布也是很廣 但是在日本韓國就沒有九華 但是台灣就很特別 就是幾乎所有的蘭花類大部分都有了 所以是個寶島 像這個花是三蛇 三個舌頭 這個花的花形呢 有些不是正常的花形 這個屬於奇花類 在園藝上 也會被認為是比較珍貴的品種之一 像這個複瓣碟 複瓣上哪有蛇瓣的那種 那種形狀 像有些花開的像一朵牡丹 叫牡丹形的花 那奇花類的當然也有人喜歡 但是我們畫國畫呢 都是畫單純的 沒有這個不是奇花類的 都是畫一般常見的花形 像這個也都是牡丹花形的 那這個又很特別 這叫樹形 像樹一樣它一層一層的開 像這樣子一層一層的花 一層一層的開 那這個它的植株也有長得比較矮的 像這種這種矮種的 就一直都長不高的 那像這種是屬於水晶龍也是屬於矮種的 然後又有水晶的 然後又有水晶的 這個植子上有水晶的變化 那像這種是比較職業性的矮種 那像這種是比較職業性的矮種 像這個有變化的 那像這個叫做這個編翼 就是富輪翼 像這個是中透翼 這個有葉翼的 由於九華是細葉類的 一般葉翼方面變化最好是爆碎蘭 那大部分這其他的蘭花當然也有葉翼上的變化 那這個是斑稿 就是有斑稿當然也有這個金黃色的也有白色的斑稿 像這個都是斑稿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那個斑稿 斑稿 斑稿就是說它有一段一段的這個色澤不同 像這個斑稿 其實細葉類的這個花在斑稿上的表現 反而會比較顯著一點 看起來比較顯 因為它葉子比較細 如果要表現斑稿的話 就看起來這個葉太窄了 比較沒有那個視覺上的效果 所以斑稿在這個九華蘭裡面 也是很多人喜歡 因為它就是看起來一大塊大塊的 這個色澤的變化 看起來就是觀賞價值就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是三彩的 這個斑斑的這個 這個更細的葉子 葉子很細但也是斑斑的 這個是很特別 然後再來這個叫紅香灰 紅香灰就是靠近這個根部的 這個有一段都是帶 比如說紅色的或者是紫紅色的 這個是九華中裡面特殊的品種 這是三彩的紅香灰 它上面大部分都是綠色的 它上面大部分都是綠色的 但是底下有一截是帶紅的 那有些紅色的比較暗紅 像這個就比較帶紫紅色 那葉子的顏色也是滿深的 這三彩的這個紅香灰 這個三彩的這個紅香灰 它紅香灰的這個葉子 大部分都會比較挺一點 而且不是很胖 就比較瘦 比較多 它的葉子都比較挺 比較硬一點 像這個就是比較帶紫色的 就是紅紫色的 比較暗色的 剛剛看的有些比較帶紫紅色的 像這個就是很有名的這個 培養的台灣人培養的 大陸品種的七彩紅鑽 那這是紅香灰裡面又粗藝的 這個蠻受歡迎的 第二天